那名女子她会不会太嚣张了呢 之前呢在桃园有一间素食店用餐 这名女子她不顾其他客人的安宁 就在餐厅里头大唱歌 电源上前劝阻了 而且呢她还反向电源说 你是白痴吗 这整个过程都被旁边的客人拍了下来 po上网 走进素食店听到里头正在放音乐 但越听怎么越觉得怪怪的 竟然走音高音还唱不上去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名女子搞得鬼 整个素食店都是女子的KTV包厢 电源听不下去上前劝阻 你觉得她会不好意思跟你说怪吗 当然是我出面了 没想到女子竟然破口大骂 电源都快按捺不住 因为这已经是第三次劝阻 但女子根本不甩甚至口出恶言 大家互相一下 我是白痴 对我是白痴那你们呢 真正我向大家互相跟他互相一下好不好 一旁客人拍下影片po上网 只说这根本就是在骚扰其他顾客 既然她都那么有感而发了 敢在那边 抒发自己的情绪的话 可以跟她讲说小声一点 应该当然是希望店家去帮忙协助 店员出面还遭到羞辱 真是两难 但毕竟这是公开场合 真的任谁都不想被打扰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扰